各位大家好 刚才说不要说晚安 今晚散场才说晚安 我刚才进来大家早晨 因为习惯了早晨 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服侍 感谢你们的教会 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可能我是第一次在大家的中间 来分享讯息 但我记得 今年 今年来我们的教会当中的音乐聚会 当中 看到有人信主 多谢刚才你们 敬拜的小组里面 我认识了丁丁 刚才她说 刚才你们第一首诗歌 是不是你们自己作的? 是吗? 不是啊 等我学一下也很好 我以为你们就着这个 你们的主题 你们的盘联会主题 就写了这首歌 如果真的可以借来给我用一下 非常之好 各位特别是美丽健福音堂的姐妹 因为 你们今年是 四十五周年 是不是? 四十五周年 老实这么说 我们的教会 我现在涉及的教会 今年都是和你们一样 都是周年 是五十周年 在教会里面 我会感觉 有时候看崇拜当中的问题 有没有哪个五十年前 已经在这里 举举手 同样做这个动作 好吗? 有没有45年前 在这里聚会的 举举手 好吗? 有 有 好厉 通常可以继续移进去 那些数字 45 35 有没有? 35年前已经在这里聚会 有 好厉 都给你掌声 再移进去 好厉害 好厉害 今次不要说25 15年前已经在这里聚会 举手 好厉害 都很多 OK 我感恩 我自己在我现在服侍的教会 今年应该进入第二十年了 第二十年当中的服侍 东区华人浸讯会 多谢刚才道传道Pastor Frederick的介绍 其实呢 我今晚要预备的讯息 其实是一个 不知道能不能完全和你们的主题 来作出文学 我只见到你的主题 第一件事想想想 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唱 赞美知全的歌 是不是很喜欢唱 《让爱走动》的首歌 不是吧? 我祝祭用神 不过或者你们也很希望明白耶稣所说的 有关《盐童光》的特性 但是呢 因为你们是45周年 我很喜欢回到一些历史里头 所以呢 我其实来的这三个讯息 都是和历史有关 所以大家有些心理准备 有些人说历史就很悶的 希望你有些心理准备 我呢 我呢 会特别去选用了在 《旧约圣经》当中里面 特别我们看到 因为其实教会和以色列人呢 有时都是很类似 以至于呢 有时我们需要 可能回到圣经里面的历史 我们来看回 特别是在以色列人 他们秘老之后70年 他们所开始的一段 近乎是100年之久的一个回归历史 这个是我来的三个讯息当中里面 我们会遇到 我自己可以按 如果这个应该会有效的 是按右边的键 应该是吧 是吗 好 因为呢 如果当我们来到熟悉《圣经》的时候 特别是在《旧约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很明白到 其实我们所读的圣经 和希伯来人的圣经 是有些少的分别的 但因为呢 这章章已经开始了 我想呢 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我想将这个时间呢 交托在上帝的面前 以至我们一同的领受 和一同的来到去分享 都同样得到上帝的话的祝福 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今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开始今晚的陪灵回 为了美丽敬方堂 每位的姐妹为他们感恩 刚才举手当中 有些由四十五年前开始 已经在这个教会聚会 有些三十五年 有些二十年 十五年 又或者可能是新来到这个教会的 弟兄姊妹 远神的话去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 建立我们的教会 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让余下的时间 恭敬盖我们的手中 求主赐福 奉耶稣明祈祷 想问我 有个时间 大概是自己的一点钟 可不可以 希望尊重大家 有个时间 多少 九点半 OK 求主带领我们 好 我一起来看看 以下一段的 可以说的历史 因为 我所说的 一百年的回归历史 是在公元前 五百三十八年 至四百四十五年 在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 里面 基本上有两卷书 是特别的 是覆盖 描写整个回归历史当中 包括了《以斯拉记》 和《尼希米记》 我为什么这样用 特别的这两卷书 因为 我自己在教会当中 今年 我们都开始读《旧约圣经》 所以大概读到这段时间 我们已经差不多读完 这段 去到《旧约》的回归历史当中 有太人 很特别 入太人的圣经里面 他的《希伯来圣经》 会分为三个时代 和我们 现在手上所用的圣经 的编排 是会有所不同的 我一起来看看 在《希伯来圣经》当中 分为有三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都很特别的 第一个部分 称之为 是《妥拉托拉》 因为托拉的特点 就是律法书 所以我们读 旧日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五经》 特别是记住 整个以色列人 他们的先祖 在当时发生的什么事 有什么特别的训练 在里头 以至到我们都很熟悉 在当中里面 成为了犹太人 他们可以说 是他们的一种 历史的根据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去数算历史 当我们教会 要庆祝五十周年的时候 拿回那些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用手写的教会 那些年刊 用手写 用手写 七十年代 以至到大家回顾 昔日的帝兄姐妹 是这样的来到 去摆上事奉 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昔日我们开展 做中文班事工的时候 是如何来到 去带领一些 在华侨 能够让他们的子女 来到教会 漸漸成为了教会的下一代 成为了下会的 英文堂的帝兄姐妹 现在已经去到第三代 我们很喜欢返回历史当中 我们甚至乎在历史当中 我们问回 有什么功课 今时今日的我们 可以再去学习 所以有人就跟牧师说 牧师 是否应该开始 继续开中文班 我们就想一下 其实今天很多地方 都有中文学校 跟七十年代的时候 是很不同的 所以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或者会有很多地方 值得去学习 去提醒 第二部分的希伯来圣经当中 包括了一个的时代 就是先知时代 这个部分 是他们过去 他们所读过 由约书亚记开始 一直来到 看到列王记等等 这些地方里面 一直引申去到 我们所熟悉的先知书 大先知小先知等等 希伯来圣经当中 将他们列为 这些叫做 Prophets 先知的书卷 但是第三部分 是我们今天 我们很特别去留意的 就是所谓 Writings 著作 在希伯来圣经当中 要让希伯来人 去重温在整个历史的背景下 其实上帝如何在其中 去做他的工作 因为呢 其实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究竟问回神 究竟在我们教会当中 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头 神做过些什么 这个可能你们就清楚 刚才举手那些45年的那些 35年的那些 15年的那些 你可能会说回很多 上帝当中有什么作为 所以其实呢 在这些 旧约的书卷里面 包括好像 《约伯记》 《路德记》 《诗篇》 我们很熟悉的书卷里面 这些智慧文学里面 再加上 再加上一些 包括了很多历史的故事 在里头 其中 可以说 差不多到最后的部分 就是《以斯拉尼希米记》 在当中 这个就是我今天 或者在这三天里面 即是大家要回去 溫一下这些书 我想大家可能 不多不少 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 你的印象 在里头 今天的信息 特别要让我们 在这个以色列人秘老 70年之后 近乎100年的 回归历史里面 去看见以色列的 它的重建 究竟它的重建 我们分为了三个题目 今天的题目叫做 重建圣殿 明晚的题目叫做 重建圣文 而星期日 我们的信息 我们会说到 去重建圣神 这个所讲的 包括不单止 只是教会 不单止 只是说 我们里面 我们自己的生命 更加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身处在 我们这个社区的里头 上帝今天 要如何借着 祂的子民 要去重建 这个是 我来到 这三个讯息里面 我们今天会一起来 开始的 当然 在圣经当中里面 有很好的地方 但是有应许 究竟以色列人 是不是真正 得到上帝的祝福呢 昔日 为什么以色列人 会被老70年 是因为 上帝 要让他们去明白一点 就是 昔日当他们离弃耶和华 上帝的时候 在整个历史当中 我们不断地发现 当人去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往往他们犯错 往往他们的 甚至是民族 最后 也会面对 种种的危机 甚至滅亡 所以在《历代志》下 36章 其实历代志 是希伯来圣经里面 最后的一卷书 我们今天读 《旧的圣经》不是的 今天《旧的圣经》 到最后应该是 是马拉基书 但希伯来人 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历史的时候 这种历代志 特别是讲到昔日 原来 过往他们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的民族为中心 甚至乎以为 我们能够可以有王 以至我们就能够强大 却是因此 他们走向 衰败 离弃耶和华 而最后他们是亡王 但在整个《历代志》的结尾当中里面 是带来一个盼望 他说 应验到耶和华 在耶路撒冷 这个方良的圣殿的位置 其实有限期 所以这个结尾 是带来给希伯来人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我们在《历代志》 我们从中里面重温一下 在这个历史就知道 当所罗门王 我们在读《历代志》 所罗门王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同时 《历代志》也引述 我们明白到 所罗门王 他也是因着他有智慧 但在他的晚年 他却是犯罪 他的罪引生到整个以色列 是一分为二 成为南北两国 我们容易去技术一下 这些历史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能用简易的方法去技术 将南北两国分裂了之后 北国就是以色列 而最后是被阿朔来所灭 所以我们将北国是以色列 南国是犹大 将他们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北国就是被A国所灭 用耳机 Assyria 而南国就是被巴比伦 Berberon 来所灭 分别是在两国不同的时期 在主前721年 和主前586年 当我们去读历史的时候 我们不断发觉 原来在他们的历史里头 神要用当时的历史 去教训 去提醒整个的以色列百姓 这批回归的百姓 所以整个回归历史当中 我们可以简单分为 有三个主要的部分 我经常估计 弟兄姊妹最会坐前些 一坐前些你会看到 不过这样 坐得后也好 现在还有手机 有些人会用手机去拍摄 或者你们有录影 我不知道 在当中里面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会看到 其实在整个回归历史当中 分为有三个很重要的时期 而这三个的时期 正正的就是我 接下来这三个讯息当中去描写 在这个回归历史里面 第一个人头两次的回归 就是记住在以色拉记 第三次的回归 就是在尼希米记当中 所以接下来在这两堂的讲道当中 分别来和大家分享 在以色拉和尼希米的回归当中 带来给我们什么信息 首先大家记得 在以色拉记 在第一个回归历史当中 其实主要的第一个回归历史当中 带领识人回到耶路撒冷的 不是以色拉 虽然是写在以色拉记 但是写在关于哪个人物呢 所罗巴伯 第二个阶段 明晚的信息 就是关于以色拉 而第三 星期日的信息 我们就会特别集中在尼希米里 我先来看看所罗巴伯 当我们来看回归历史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所罗巴伯 所罗巴伯的名字 其实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当中 他形容他这个名字是很有意思 他说他是巴比伦的一粒种字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形容一个人的名字 用人形容一个人 就说这个人 其实他是在巴比伦出生的意思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所罗巴伯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 他是在巴比伦 在秘鲁70年之内的日子当中 是当地出生的人 还有这个人物 他是因为流放到巴比伦的后代 所以他形容他叫做薩拉铁的儿子 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当中里面 无论是伊斯拉记 尼希米记 哈该书 都是这样来形容他的身份 他是薩拉铁的儿子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我们更加也要留意 另外一些经文也这样形容 所罗巴伯好像是薩拉铁的质 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问这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历代至上第三章 第十七至十九节里面 他特别这样形容 他说 耶哥尼亚秘鲁 他的儿子是薩拉铁 马基兰 彼大亚 士纳什 耶加米 河沙玛 尼大比亚 彼大亚的儿子 是所罗巴伯 是梅 当你这样读的时候 你突然间发觉 搞到有些混乱 究竟他是不是薩拉铁的儿子 还是他说是 彼大亚的儿子 其实在圣经学者研究的时候 都发现 第十七节所说的 耶哥尼亚秘鲁 其实是说的是哪个呢 其实就是说 一个年轻被纳为王的 约亚根王 所以首先 所罗巴伯 他有一个王室的身份 但是在他成长里面 他说 其实 他是薩拉铁 还是彼大亚的儿子呢 因为这样研究的时候 发现薩拉铁 可能是没有儿子 所以所罗巴伯 在他出生之前 就已经死了 所以按照犹太人的 律法的要求 就是说 弟弟要取兄长的遗伤 因为这样的缘故 其实 就在族谱上面 就称 所罗巴伯 为薩拉铁的儿子 这个呢 就在新药的时候 我们读到 这个 这个 马太福音的时候 耶稣的家谱里面 我们都会这样见到 但我们来到去 注意到 所罗巴伯 代表了什么 我想大家留意 就是 其实 上帝 要用一个的人 甚至乎 他可以是一个 很卑微 很微小 就好像这个 经文所描写 所罗巴伯 他的名字的解读 他就是 好像一粒种子一样 他甚至乎 是一个 流散的人 甚至乎 他的父亲 都可能不是真正 他自己的父亲 可能中间 我们有时候 都会有这种所谓 所罗巴伯 所面对的一种处境 就是 identity crisis 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 今天我们可能对我们自己 究竟我是一个什么的人 究竟我是可以 发挥什么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迷茫 在我所复赐的教会当中里面 我们其实是位于在 士嘉堡和北若克区的交界处 大家要认识Victoria Park 在哪里呢 一说我们在Lawrence 很多人就问 Lawrence在哪里呢 其实是不知道的 不过是很少个机会 因为我们的社区 其实是一个 在政府的 可以说我们的 城市发展当中 称之为 Low Priority的一个社区 描写上说 当中里面没有社区中心 当地里面 我们没有任何的 一些大的 那么多的图书馆 当中我们的图书馆 在我们的周围附近 有一个图书馆 大概是一千尺左右的地方 我们的社区里面 因为存在 也有很多 新的移民 所以他们不是太 认识这个社区 但是呢 让我们的教会 放在当中 我们就问一个问题 我们的领袖 也同样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这个小小的教会 在这个社区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经过十多年来说 我们其实已经搬了社区 已经二十五年 今年是第二十五年 在十多年之后 我们其实 我们的领袖们 在上帝面前去 领受了一个 可以说一个 的使命 我们就说 如果今天上帝 放我们在这个社区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有一天 当我们这个教会 无论我们搬走也好 无论主回来 我们教会被提也好 我们希望我们社区的人 会记得 这个教会 是祝福他们的 我这样说 可能你们觉得 很大好戏 其实我们所说的是 我们怎样能够让周围这个社区的人 去知道 其实我们的存在 我们是为了要祝福 祝福这个社区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十多年来 我们尝试的 在我们的社区当中里面 去和一些社福机构合作 将我们大家 可以做的 包括了 如何帮助新移民 包括了 可能是 电脑班 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十多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们的社区中心 就是在用Window XP 我记得我们亲手去安装 那些一部部的电脑 在当中里面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 但我记得当我们来 将这一部部的电脑 这二十多部电脑 摆在我们的社区中心里头的时候 让当时的社区的人 真的能够体会 我们可以来到这里用这些电脑 那个时代 都不是一人一手机的时代 也都不是很随时可以上网的 很多的新移民 很多甚至低收入人士 在家里面都不能够有这些设备 藉着这个机会 我们也帮助在当中里面的社福机构 去推展一些的讲座等等 就是想使这个社区的人 开始明白 其实教会的存在 是要跟这个社区一起同行 在几年前疫情的当中里面 我深深体悔一件事 让我们来反省 究竟我们存在在一个社区 我们有什么意义在当中 大家很记得在几年前的疫情当中里面 当还没有疫苗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很希望能够尽我们的力量 可以帮助在我们社区里面一些 特别可能不容易去排队 去拿疫苗的人士 我们教会对面的 我们有一个低收入的柏文 我们在当中里面 我们尽量来帮助当中的人 当中有些人在我们教会当中聚会 其中有一位长者 大约60多岁的一位白人 他住在柏文里面 他一个人生活 他没有家人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孤 因为教会在他的家附近 他开始来我们的教会 当然他来我们的英文堂当中里面 他是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位的会众 第一 他的年纪 第二 他的族裔 他的背景 他六十多岁 身体不是太好 我记得当我们举办一些跳舞班 运动班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进来一起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很担心 不知道他会不会一会跳一跳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脏都不是太好 当2020年 当疫情来到 我们很关心这位弟兄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 因为困在柏文里面 其实真的很苦 当时教会 我们可以开展的崇拜 只是可以在教会户外的地方 在停车场后面 我们来设置一些椅子 在户外来崇拜 没多久 其实都不是没多久 都过一段时间 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历史 突然有疫苗 记得有疫苗的时候 多难去找疫苗 记得有疫苗的时候 我本身是一位 執业licence 的一位针灸师 所以我可以提早去打针 作为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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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 那些揭气的那些 不知道我说什么 我们帮他 我们帮他 sign up 我找到了 找到一个位置 很不容易找到 很可惜 就是在他的 appointment 之前两天 他中了招 其实在他所住的 appointment 其实都是很多 可能要搵食 要上班的人士 很可惜他在他的 appointment 当中病了 他告诉我们 听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很希望能够送他去医院 尽快得到治疗 的确送到医院 但很快 一个星期 他就回到天假 教会去问 究竟我们可以为这个社区做些什么 当我们甚至好像有这个使命的时候 但是发觉 原来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是很有限 很有限 神感到我们 我们要为这位弟兄 去做一个追思聚会 我们从来没有试过 在教会的前院 户外 因为还未可以室内聚会 在我们社区 设立了一个店 然后为他 举行了一个追思的聚会 让周围社区的人 让周围在柏民居住的人士 可以过来教现这位弟兄 这个居民 我们不知道最后有多少人 因为这个缘故会信耶稣 但我们仍然记得一句说话 我们希望这个社区 他朝日当这个教会不再存在的时候 他们要记得这个教会 是带来给他们祝福 让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不断去问 或是今时今日的我们 或是今日的 美利经方堂 弟兄姊妹 让我们都记得 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很微小 也许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在神面前 我们有很大的使命 但让我们记得 也许我们是微小 也许我们好像所罗巴伯 他的故事 可能他是一个 很孤单的人 一个秘老在外邦成长的人 但今天神可以用他 其实我们看到 圣经当中 上帝如何去称呼他 上帝 在哈该书第二章二十三节 神说 我仆人 撒拉提的儿子 所罗巴伯 到哪日 我必以你为恩 因我拣选了你 这是万君之耶和黄说的 哈该先知 其实在那个时代 就是不断地来到 去对当时的人 来带来勉励 这个所罗巴伯 告诉你 其实我们好像描写到 他在带领以色列回归 但你知道整个 圣殿重建的过程 其实足足 是用了超过十六年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他满怀装资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其实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虽然王给他机会 给他能够可以来到去 带着他的百姓 带着一切的 圣殿里面的物品 带他们回去耶路撒冷 带他们遇到困难 甚至乎 圣经说他们要返回到 去旧地 他再来到重新 建圣殿的时候 已经要再等多十六年的时间 我不知道今天 可能在你心目当中里面 你曾经有时上帝都好像 虾该先知 藉着神的话来去勉励 当时的 所罗巴伯一样 他说 道那日 我必以你为人 因我简算了你 神简算了你 在美利敬方堂 在里面服侍 在里面去学习 爱这个教会 爱这里的弟兄姊妹 学习你去奉献你自己 神知道所罗巴伯的需要 历史和学者 特别去研究 他说其实 当时 所罗巴伯 经常都被称为 波斯国 尤大省长 但其实 当回归的时候 萨玛尼亚省 以南的尤大 还未曾是一个省 他只是一个 隶属于萨玛尼亚省的一部分 而所罗巴伯 可能只是当时 萨玛尼亚省长的 马仔 耶和华 就在哈戈书 最后的信息 去告诉他 他说 你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你是我的仆人 他说 要以你为人 什么叫人 当上帝 用这个 这么巨大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 是做他的仆人 我们更加是 他的刃 古时的时候 那些皇帝 会把他的印 放在他的戒指里面 他打在手里面 印 随时拿来 去签处 一些奏章 签处一些很重要的宣告 这个印 这个印 是代表了皇帝的权柄 就好像 中国以前的皇帝 也有个玉璽 把玉璽掛在身上 而 当时 学者就研究 他说 这些人 就是紧紧的 放在皇的手中 他代表了 神说 你是我的 人 我会以你为人的时候 代表 神多么重视他 神不会忘记他 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你会随身带住 神会纪念 神会纪念 我自己在 我目前的服事当中 包括有一些 是关于宣教的 一些训练 其中有机会去认识 更多关于 大德生的一些生平 可能大家都要认识他 大德生 他是在160年之前 由英国去到中国的一个宣教士 他在中国的侍奉 超过了51年 招募了800个宣教士 在中国最贫穷的地方 不是有钱的地方 不是沿海的地方 是内地的地方 在最贫穷的地方 开设125家学校 他所创立的中国内地会 直至于今 称之为海外基督使团 OMF 当时他开展这些报道 有300多间 带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 我们今时今日说到宣教很容易 我相信你们教会 有一间很着重宣教的教会 但是想回想 在160年之前 并且进入一个很封建的社会 中国对当时的洋人 是非常之的鄙视 宣教士 甚至乎进入中国 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 戴德生 他有很多名言 可能大家也听过 他说 我有千磅的英金 中国可以传数来去支取 我有千条的生命 我们决不会留下一条 不给中国 但这个意思 他说 是为基督 我们所做一切的时候 因为 是基督的爱 基督的大爱 基督是我的主 而我是祂的仆人 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想着 宣教士有时候回来分享 就说 真是好 其实宣教士所付出的代价 是很大 当我去看戴德生的生平的时候 他描写他 刚刚开始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位年轻人 没有任何机构去支持他 他甚至乎没有任何有钱的人 在当时去资助他们去到中国去传福音 他的内心里面很多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交战 其中他有时会将他这些的挣扎 用文字来去寄述 他就说 当我去承受很极大的痛苦忧虑的时候 他说 但是子耶稣 他却是 神服了我这个不信的心 他让我来献上我自己 来到去服侍主 然后他就这样跟主说 他说 现在一切的问题 甚至乎将会面对的后果 都会由主你来到去承担 因为身为你的仆人 我的责任就是去顺服和跟从主你自己 所以为什么一切都入上帝你的数 因为上帝你必定会照着你的看顾和引导 他叫我们能够抵受得住一切的挑战 所以我特别喜欢他更加有几句话 那些千磅英金那些我不是很特别留意 但这几句话 我想送给大家提醒我们每一个 大家想说我们有可能为上帝做太多 我不知道中间里面有没有底子在45年 十几二十年 我会不会上帝做太多 他说上帝的工作如果是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 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大德生一百六十年之前 开始这个中国内地会的时候 他得十元英镑 摆在伦敦的银行 而 OMF 海外基督士团 或者昔日的中国内地会 同样到今时就是一样 他相信如果是上帝的工作 上帝必定能够去完成 必定能够去供应一切所需要 所以你没有见过OMF的宣教士 会走去无捐 通常会这样跟别人说 如果你对这个事工有负担 你去祷告 你去祷告 直至上帝告诉你 那你再来跟我们说 我们很承认 做神的仆人 我们真的要有 对主的信服和信心 所罗巴伯 是耶路华所挑选的一位 这就是江世卫的耶稣基督的祖先 是马太路加福里面 所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可以找到 他是大位的后裔 是王族 但是如果这个尤大王国一旦可以恢复的时候 塞拉帝的后人就应该成为一个合法的继承王位的人 但是对所罗巴伯来说 亡国七十年 这些的耶稣人当中里面 还会有人 理得他是大位的子孙吗 还会有人对令人失望的以色列国 再有皇帝有期望吗 就是今时今日 很多时候当我们去面对教会 面对教会在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上帝面前去重拾这个信心 上帝要在当中里面做奇妙的工作 上帝要使用当时的波斯的王 从来我们没有想过一个秘老的群体 一个可能在一个被压制的群体底下 但是这个的王竟然是上帝要用 他说 波斯王古列原言耶稣 为要应验夕着耶利米口里面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下召通告全国 并且波斯王古列 就开始跟他们说 耶稣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来建造殿羽 你们中间犯作他子民的 可以上去 愿耶稣说他的神与他同在 我们看到在历史当中 神去激动一个外邦的王的心 我们一起去看见 这几个故事里面 都有一个很独特的循环 或者我们希望今晚我们很记住这个循环 提醒我们 可能今晚我们处于一个变幻的时代 一个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的处境当中 但是这个方程式 经常提醒我们 第一 是神去做他的工作 是神去感动 王被感动 因而开展 重建的工程 包括这个圣殿的工程 我们在以色拉记地一章里面 我们会看到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 就是当时我也在历代字底下去描写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圆太人回国人数一共大约有五万人 他们都是属于 犹太 比亚敏和利未知牌 他们回归回去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来到去重建圣殿 但其实要去我们留心 要去处理整个的以色拉记当中里面 所描写的一定我们需要认识一些的历史的人物 包括就是以色列的王 原来这三天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这些的王 神怎么去使用他们 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 这些的王 是一个又一个的 神要来到去使用他们 来到去带来一个奇妙的改变 再一次的给我们看到 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情境 以色拉记第三章 当中没有提到 所罗巴伯他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他们都来到去建筑以色列神的坛 殿还未有 要照着神人摩西律法书里面所写的 在坛上献凡祭 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来去祝坛 因为懼怕鄰国的门 又在其上向耶路说 早晚献凡祭 在当中里面我们要去留心的 其实在这个聚事里面去描写 有一个提醒我们就是 原来要建立 重新去建立聖殿的时候 首先的是这个祭坛 讲到聖殿的时候就是教会 很多时候讲到教会 我们要搞好那堂崇拜 究竟什么是一堂重要的崇拜 最好的崇拜 九十年代有一首的诗歌 英文的诗歌叫《Heart of Worship》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 是Matt Redmond 是一位英国的作词家 作曲家 他其实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在英国的 英文教会叫做Soul Survivor 的教会当中里面 在那里侍奉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当中里面他看到他们的敬拜的事工 他是 他们 出了不少一些很重要的更新复兴的作为 但看回他们 当我们只是感到教会的敬拜 好像缺乏了动力的时候 他们的牧者作出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 他说要在崇拜当中摆脱一切的音响效果 敬拜乐队 而只是用他们的歌唱的声音来聚集 在一起敬拜 当时 他们提出一个发人心省的挑战 他说当人在敬拜当中迷失了方向的时候 必须要回去你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敬拜 他视周围其他一切也不再要紧 以至于这个才是他们需要的更新 就是这个缘故 他们开始用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敬拜的方式 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时候 不是有很吸引人的乐队 但是很着重大家要很真诚在神的面前 来到祷告 敬拜 开始一个很崭新的一个崇拜 但是崇拜就是与神去相遇 对今天的教会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故事可能已经是二三十年之前 但我们无可否认的就是 在二三十年来 其实基督的教会 很多时候都是藉着 很吸引人的一些敬拜 崇拜 诗歌来到去洗人的心 来到去觉得 哎呀 这里很舒服啊 很精彩啊 这样来敬拜 在我们的福祉的教会当中里面 有时我们未必是座无虚切 可能是会有很多的空位 甚至乎我们的崇拜当中里面 我们未必有最感人的 的诗歌和港元 我们开始着重一点 在疫情的过程 我们希望让弟兄姊妹 能够每次回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学习 我们要向神 去表达一些你向神 要表达的一种感恩 一种重赞 因为重赞未必一定是诗歌 因为教会当中里面 也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年纪大 未必很能够唱到 甚至现代的诗歌等等 但我们说崇拜 是属于我们每一个都有份去参与 所以在我们崇拜结束的时候 除了讲完道之后 牧师祝福 我们会给一段回馈的时间 鼓励弟兄姊妹 你可能在座位当中里面 你有一个想回应上帝的时间 你可以举手 我们会给你一支咪 给你的时间大概是三十秒 用大概三句的说话 去描写你的对神的感恩 你今天有什么得着 不是一定要评论牧师 今天讲得好不好 牧师的西装今天有没有巢等等 是讲得今天你在神的面前 你有什么的领受 你有什么想和神去说 去感恩 我们开始这个方式 由疫情开始的时候 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发觉弟兄姊妹 很留意得到 每一个礼拜 当我们回来敬拜的时候 原来 我们最重要的是 向神献上这个祭 这个祭 用我们的口 用我们的心 去告诉上帝听 有话给众弟兄姊妹听 有时候弟兄姊妹 会在这些分享里面流泪 有时候弟兄姊妹 听到别人的分享的时候 也会受感动 让我们今天 我们的敬拜 再次的归回回 最重要的 例如昔日修所说 他们来到去向耶路华 早晚献凡祭 凡祭是一个完全的祭 基本上将整个祭生 完全的消尽 不会留一滴那么多 在当时的祭司而用 更加经文里面更加描写到的 不单止是这个 早晚 甚至乎 这里提到说 是有月索的时候 第三章 第五节 他并在月索与耶和华的一切 圣节献祭 又向耶和华献各人的金心祭 这里所说的就是 每个月 每个月都有的月索的祭 或者在耶和华面前 献各人的金心祭 这个金心的祭就是 你向神的爱的表达 去将你自己 最好最宝贵的 给上帝 刚才跟大家说 我们教会庆祝25周年 搬入这个建筑物 但同样是庆祝我们 聚会50年 25年前的教会是怎样 很失礼 他描述给大家听 我们的教会 在25年前 刚刚搬入去我们的社区的时候 整个的建筑物是一个工厂 或者是一个货仓 可能当时很多的教会 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1990年代 不像你们的教会有这么好的场景 当时我记得我刚刚去这个教会 去interview的时候 主要牧师带我去参观教会的时候 他说 我先来带你去参观整个教会 最美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礼堂 其他地方都还没装修 我们进到礼堂的时候 看到我们有地毯 我们有很好的 ok 不是很好 当时的灯光 我们是在用光本的 那个时代 那些牧师带我看 有些门 你们都有 那些门 是因为我们的教会 搬进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钱 我们买了那个地方 我们的地方 已经用了我们所有的钱 所以那些门 没有那么大只的 小一点 我现在也有 那些门是弟兄姊妹 他们由家里的门拆出来 安在上面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门 我们也不够钱 但这些门呢 到今时今仍然在 仍然都用得 不是我们没有钱 再换个门 不过我经常说这个故事 我说弟兄姊妹在他们 甚至乎觉得缺乏的时候 但是他们将他们最好的 家里的门 可能不是大门 那只应该是 可能是房门 我相信是 都是 拿回来教会 献过给上帝 书看兄姊妹 鼓励我们 养神的话 鼓励我们 去爱神 去重新重拾那种的献制 那个献制是一种 甘心乐意 甘心制 是一种 是出于爱 这个题目叫做 让爱走动 我希望这个爱 就是我们对神的爱 当我们对了爱神的时候 周围的人 是会见到你的爱 我作为一个牧者 在过去这两三年 都是会很多时候 接待一些新移民 严格来说 他们都不是新移民 因为他们都未是移民 他们是新来这个地方的 一些香港人 我自己是一个老华侨 刚才牧师介绍 我已经移民超过三十年的老华侨 当我有机会来到去 在过去这段日子 接待一些香港新移民的时候 我感受到一点 就是 其实新移民来到这里 不多不少 当然是有很多需要 大家都知道 无论说 无论是没有车的时候 需要有人车他们 可能刚到步的时候 甚至乎 需要去哪里买菜 都要有人教他们 等等 但你知不知道 其实一个新移民来到 一个新的环境 最需要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 一些他们可以 信得过的人 甚至一些 好像他们的朋友一样 我经常会做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不止一次 很多次 很多这些我都接待过的 香港人 牧师 我现在要申请一份工 但他需要reference 那当然要找牧师 今早我都收到一个call 他不是要reference 他说 我要一个emergency contact 即是什么 即是有什么紧急事情 可不可以联络你 因为很多新来到这里的人 甚至乎亲戚朋友都没有 这些可能是一个小家庭 带了个小孩来到这里 为了一年 可能都未必有其他人 可以做他的emergency contact 但他们会考虑 去找一些他们信任的人 这些人 今天都可能在你们的当中 因为当你让爱去走动 让爱动起来的时候 人家会看到 我在疫情期间 买了一部车 是一部迷你车 我告诉你 一个新移民来买迷你车 一部车是正常的 因为有弟弟哥等等 我女儿已经16岁 她已经可以开了我的车 走 但两年之前 未够两年之前 我就买了一部车 当我开一部车 车出街的时候 我连我的邻居都会来问我 你车等了多久 大家知不知道 因为在疫情期间 你想买一部新的车等多久 我告诉她 有个人问我的邻居 我都等了一年多 我说是呀 我都知道 等了很久 但这辆车 其实是等了我两个星期 我问为什么 因为在疫情期间 帮我整车的一位 很好的车 我很信任这个车 他跟我说 你需不需要一部迷你车 那我说 我其实 我都不需要的 家里人都 弟弟都大了 其实我有个九十岁的母亲 跟我一起居住 我还有一个姐姐和姐夫 都已经是年轻 其实我想想 我们可能都需要一部车 但我想起 在这两年期间 上帝 藉着这个机遇 我们去服侍 照顾一些 从香港以来的新移民 我们往返机场接送 基本上 在早期的时候 差不多平均 可能是一个月有三四次 我说我而已 不是 我们去接机的时候 我记得一次去接机 我们很晚很晚去接机 十二点钟才到 结果一点几两点钟就出来了 和我一起出去接机的 另一位的姐妹 她很细心 她想起 她说 香港人来到 半夜山间 都什么餐馆都关了 所以我们要预备一些 是香港人一定喜欢吃的 干炒牛河 和广东炒面 如是我们带着两个外卖 去机场接机 当他们收到 干炒牛河 和广东炒面的时候 他们都深受感动 让爱 来到去走动 或者你的题目叫做 让爱 什么 先看 让爱 动起来 让爱你都被 上帝再次感动 那我们向神所欠的祭 当你爱神的时候 你换以欠的祭 是要感染更多的人 来到去回归 真正的敬拜 有人说敬拜 就是服侍 服侍又就是敬拜 有时候很迷茫 听到不三不四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 当你真正的敬拜 当你真正去敬拜上帝的时候 其实这个的苦福 就是当你愿意在神面前 苦福的时候 你同样的愿意借着你的服侍 在人面前的服侍 在服侍别人的过程当中 你来到去敬拜上帝 所以我感恩 这两年未够的车 已经快走五万公里 帮了很多人去搬屋 搬床褥 未搬厂 未搬写字楼 但我多谢上帝 去使用这一部 上帝给的车 一部不用我等年半 是他等了我 两个星期的一部车 他介绍我 他说 你刚好就去买了 我很相信他 到今时今日 仍然是在服侍很多人 不单止我家 我称他们为 好像我的家人一样 一些新朋友 新移民 新来者 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来回应上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必有他的供应 上帝供应 很像昔日 他们来到去供应 建殿的一切所需一样 所有的建材 由黄的仓库里面 来到保助他们 所以在经文当中 里面提到 他们将一切的银子 给了石像木像 那些粮食 走游 都来到去分级当中的人 这就是当时 一起来到去重建 圣殿的工作团队 是照着波斯王古列所运准 中间里面我们要明白 其实神要用的 神是掌管历史的神 在以色埃记当中 里面会不断见到不同的王 包括了有古列 神激动他的心 使他改变过往 来到去让这些秘老的得着回归 圣经里面没有描写 这个古列他的后继人 是他的儿子 叫做江彼西斯 圣经学者里面研究 他说因为江彼西斯 他并不尊重宗教 甚至乎以耶路撒冷 经常是一座伯役的城 不准许他们重建圣殿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里面 在那十几年来 他们不能够回去重建 但是在重座的困难里面 我们总会见到出路 所以跟着在大里乌王 第三个波斯王的底下 他们可以回归 他们可以回归 来到去 返回到耶路撒冷当地 来到去重建圣殿 所以在重座的困难里面 第二个功课 我们知道上帝去掌管 王并使用这些王 如果那些王 他们不经威神的时候 神都会将他们 一一的来到去挪走 所以历史里面说 江彼西斯这个王 最后呢 他因为在叛乱当中里面 被刺杀 跟着大里乌就登位 在重座的困难里面 甚至会遭受打击 这是整个重建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留意见到 在当中里面我们会见到 在第三章第八节里面 去到特别这样的描写 他说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上 上帝的殿 第二年二月的时候 撒拉铁的儿子 所罗巴巴 约撒达的儿子 耶稣和其余的弟兄 就是祭司和利美人 以及所有被老归回耶路撒冷的人 就开工建造了 他们回归没多久 很快就已经来到立好根基 但是他们却是遇到有很大的冲击 到最后了 他们可以返回的时候 我们看看他们见到什么的情况 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他们描写到就说 当时那些将人 即将公等等 他立好耶路华圣殿在根基的时候 祭司穿着礼服吹号 他们彼此唱和赞美清謝耶和华 然后 他当中里面有很多祭司利美人族长 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原来他们回归的人 当中里面有些是年纪 都不小 你看到秘老七十年 再回归回去 他曾经有时见过 因为现在亲眼建立者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你看到这个对比在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教会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们有一种相向的反应 这一批曾经见过以往旧有圣殿的老年人 他们见到今时的圣殿的根基 便大声哭号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为什么发觉原来这个圣殿的根基 为什么小了这么多 因为你识力见到一个这么大的圣殿 你曾经在当中里面去参与 敬拜当中里面包括了祭司利美人 这些就是当中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 他们见过旧有的样子 现在看回这个新的根基 那么微小那么小的时候 他们就哭号 因为在教会当中里面 我们何妨不是这样 在这几年疫情的冲击的底下 其实许多的教会都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人数下降 我不知道这个会发生在大家当中 实在发生在我的教会当中 我们都是一间 我称之为中小型教会 因为现在在城中有些大的教会 在讲几千人的聚会 不过在这些大教会里面都会告诉我 有时可能是旺丁 不旺财 那个财不是讲钱 是讲人才 不是很多人才 很多聪明的人 不过出来侍奉的人 不过出来侍奉的人 不过很多 几千人的教会 可能敬拜小组 随时都不够人 可能 小时候的教会 当我们今天看到 弟兄姊妹能够在当中里面 很认真来去敬拜 很认真地预备好自己 由星期六开始预备好自己 去准备好他们的心 有街的 不要去那么多 家人吃饭的 选不要星期六晚吃 吃完饭之后 很晚才睡 小组聚会 不要选星期六 留点精神星期日 来去敬拜 所以有时 这种想法模式 其实是比较怪怪的 所以难怪有些人可能觉得 不能够去到认同 甚至乎觉得 什么是 为什么会是这样 同时间 当中里面也许 也有几多人 是大声的欢呼 或者当我们面对 转变的时候 我们不要先用一个 甘非色彼的一种情怀 来让他成为我们的阻力 因为今天神要用新的处境 新的环境去做新的事情 将这群回归的人 他们来到去见到圣殿的时候 其实这个回归所建造的圣殿 的确是比起以往 所罗门所建的殿 是微少得多 但是在历史当中里面 神要告诉我们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撒加利亚先知 神的话 就是对当时的灵方 刚刚回归去重建圣殿的人 要讲的一番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见到神 做一次的去使用 当中的王 在大利会王的期间 来提醒当时的 要叫他们重新去重建圣殿 哈哥先知又重新来到 去提醒当时的百姓 如果我用哈哥书的描写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说 弟兄们 你们回归都已经很久了 钱都赚够了 自己的房子都已经建得不错了 但是圣殿又怎样呢 圣殿已经停工了十多年 现在没有人工作 怎么办呢 起初虽然是因为外在的因素 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 他们可能见到当时 圣殿的围子附近 已经被其他的外帮人 外族人拿来做敬拜的地方 因此他们感到惧怕 甚至乎内里面的 大家都看到 金碑色彼的圣殿 他愿意在上帝面前去认定 我可以来到为神的殿 做些什么 因此的缘故 上帝直脚哈戈和撒加利亚 这两位先知 再次来到来的预言 结果 这两位先知 他们所说的说话 他们所说的勉励的说话 再次来到去激起 当时除了鼓劣之外 还有大利乌王的赞同 使他们再次的将在波斯的国库里面 所收藏的圣殿的宝物带回耶路撒冷 结果苏罗伯 再次的起来 冲坚耶路华的圣殿 事隔16年之后 继续的完成这个工程 因此的缘故 我们感恩 在整个的 罪事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见到 经历过后 终构成功 这个是第三个 我们见到的一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 见到王的心 被上帝所感动 第二个循环 我们会见到 遇到困难 遇到有难阻 但我们不要惧怕 而第三 在这个过程底下 我们会见到 成果 在当中 第六章第十四至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到同声来读 好吗? 和我一起读 请读 由大掌路 因先知 哈盖和亦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所说 血面的话 就建造者殿 凡事亨通 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 和波斯王古列 大利乌阿达涉西的旨意 建造原北 大利乌王 第六年 阿达月初三日 这殿收成了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模式 王的确被感动 困难的确会出现 但最终会成功 让我们留意到 圣殿在整个工程的底下 进入到第七章 将会是一个未来 我们明晚会进入的地方 我们会见到 当这个成功的过程底下 神要继续借着以色拉 来复兴 不单止是这些 infrastructure 没错了 今天圣殿 重建完成了 教会 重开了 教会的建筑物 能够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接着要做的就是 人生命的工作 我们的内心 怎样能够真正成为 炎获光 希望明晚 我们能够在这里 来到去 重新的 在神面前去立志 我们可能需要在神面前去认定 今天 有什么需要去悔改 什么要改改 重新这个重点 建造圣殿 王臂感动 如果王的心都能够 在耶华手中如笼沟的水 随意转流的时候 今天你的心是怎样 你愿意让神去 让你成为美丽经福音堂 未来更大的祝福吗 让这个教会 在这个社区 成为这个社区 更大的祝福 我不希望你们 这个教会会搬走 不过如果真的 会不在的时候 希望这个社区的人 记得这间教会 是这个社区的祝福 昆幸重重 也许我们每一间教会 都会面对各别不同的困难 甚至会遭受打击 让我们勇敢干强 并且去经历过后的时候 见到这个功会完成 圣殿会完成 但将会面对的什么故事 明晚告诉大家 而到最后 到星期日 我们会见到的 神要重建的这个城 原来不单止 也就是我们今天周围的多伦多城 对不起 你们是麦含城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讲惯我们多伦多 耶和华所说的城 新约圣经里面 启示录所说的城 是一个更大更康复的城 让我们同心在神面前 有一个的祷告 重整一下 或者今天你所听到的讯息 如果上帝要感动你的话 我让你先在你自己的 安静的祷告当中 向神去回应 你说神啊 今天但愿你的灵都感动我 但愿你叫我面对 重重困难的时候 我勇敢的仰望你 因为我是你的仆人 你是我的主 你必会完成你的功 请大家在你自己安静的座位当中 自己向神祷告 愿神祝福你们